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你是不是常常在想 我到底是义人还是罪人 很多人说你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我告诉你已经被神称义了 你是前我思上 前你思上 以前你是罪人 但你信耶稣说你因信称义 所以你已经成为蒙恩得救的义人了 真的吗 好我们来看圣经经文请看 哥林多前书6章11节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 已经洗尽成圣称义了 如果你看上文他们提到 什么就犯很多罪这样子 他说我们中间有些人 以前也是这样 但是如今奉耶稣的名 我们已经你看哦 有翻出实态 我们已经借着我们上帝的灵 我们已经被洗尽了 我们已经成圣 我们已经称义了 神已经称我们的义 而且我们已经成圣了 这圣经上说的啊 已经洗尽成圣称义了 有成圣 我还是 我刚才不小心 心里面想的什么不好的 我刚才嘴巴刚才宣告出不好的 我还骂了脏话 我还做了什么 我昨天还不小心说了谎什么 神说我成圣 我成圣怎么可能 好我们现在来看圣经怎么说下一页 哥林多前书1章2节 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蒙召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 求告我主耶稣基督证明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你看这边是不是提到 在基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 所以已经成圣了 你已经成圣 我们再看下一页 希伯来书10章10节 我们凭这执意靠 耶稣基督只一次 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请问耶稣是不是已经献上他的身体 是 他只要献一次对不对 我们就得以成圣对不对 所以我们已经成圣 神看我们已经成圣 可是人觉得 可是我分明就没有啊 我还是会不小心讲不好的话 我还是什么 我怎么会成圣呢 你说我成义我相信好吧 我被神称为义 可是我有成圣吗 好我们看下一页 再来希伯来书10章14节 因为他一次献祭 并叫他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 天呐 我不只被成义 我还是 我已经成圣 我得以成圣了 还永远完全呢 我这样有完全 你这样有完全 我问谁有完全 可是声音上说到要永远完全 那怎么办 我们看下一页 希伯来书13章12节 所以耶稣又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在城门外受苦 你看他又提到我们已经成圣 因为耶稣早就已经受苦了 已经用血 为使我们成圣 我们再看下一页 其实答案是这样的 这不是我自己讲的 我引用别人的东西哦 我们常常在那边说 你们都把自己讲爽了 没有自己看到 这是我们的黄子家 我不要是牧师 还是哪一位 黄子家弟兄姐妹所写的 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克 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连络中心出版 他说的哦 在这件事上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神大能的拯救 不但使人因幸福基督而称义 也使信徒因顺从圣灵 而得以诚意 OK好 请看下一页 如此基督徒不但享有 随着称义而得知地位上的成圣 也可享受实际 不再犯罪之生活上的成圣 这正是神大能福音 拯救世人之目的 所以你懂吗 我们这位黄弟兄他所分享的 如果你是姐妹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 好 他所分享的是 我们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被称义 所以我们有地位上的成圣 你知道什么意思 不是看你有没有做出圣人的行为 你已经拥有地位上的成圣了 懂吗 就像我常常举的例子 乞丐王子的故事 你是一个流落民间 因为战乱流落民间的公主或是王子 你饿到没办法你去乞讨 你的父王在路边看到你 把你救回来了 所以你已经恢复了你地位上的 王子或公主 可是因为习惯太久了 你在那个王家的宫殿 有一套完全属于你的黄金的餐盘 然后你还去抢旁边的食物吃 因为你以前要抢吃才够 结果你抢了一阵就发现 你根本不用抢 还吃不完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抢 可是你以前还会 可能还有不好的习惯 会A人家的东西 你就把那个黄金的刀子 抢走了拿 A走了拿回房间 可是那个本来就是你的 有什么好A的你懂吗 所以你地位上 你已经是王子跟公主了 但是你慢慢的你会彰显出 你会开始实际享受 不再犯罪生活上的成圣 懂意思了吗 简单说就是把你已经得到了救恩 彰显出来 那是之后的事 首先先得到救恩 知道你在地位上你已经成圣 我们再看下一页 再引用另外一个书 今日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前书注释 是梁家林务师所著的 天道书楼出版 我们看下一页 在基督耶稣里成圣 成圣用的是过去被动时态 显示成圣是上帝的作为 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 是他讲的 而非我们自行修炼的结果 这是已经达成了的事实 所以你已经成圣了 真正的很核心的 这么好的书 这么好的牧者们跟我们分享的 你已经成圣了 OK 我们再看下一页 日后我们成圣的努力 也只是在生活行为上 努力使用的表现 与已经成圣的身份 相称表里合一而已 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成圣了 但是你要努力的是什么 努力显出你得救的成果 努力使我们的表现 与已经成圣的身份相称 表里合一而已 所以你就显出那个逆经有的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是我们今天做一个经文 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所以逆经有成圣的地位 神看你成圣神 看你完全成 看你为一人 因为耶稣基督一次一次 一次就使你成圣 称义完全 你就有这个身份 然后你就慢慢慢慢慢慢的被神爱 然后更多认识他 你就读经祷告 听讲道敬拜 在那里面 你看着主 你就渐渐变成主的形象 你就彰显出你已经有的成圣 已经有的完全 已经有的称义 让我为你祝福祷告 亲爱八天父 我们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个你所爱的 你已经爱了我们全部 每一个因为耶稣基督与你和好的孩子 每一个公主 每一个王子 知道我们已经成圣 我们已经称义 我们已经完全 我们拥有这个地位 我们要彰显出你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切 我们要彰显出你这样看我 你看我完全看我成圣 看我称义 所以我们会倚靠圣灵的力量 把这一切彰显出来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是靠圣灵的带领 我们会看见那一切美好彰显出来 不再是自己努力去做成这一切 是已经有了 从里面活出来 苹果树不用努力才结出苹果树 它就是那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蒙福蒙福再蒙福 你就是这个蒙福的人 奉我耶稣祢祷告阿们 阿们